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到我肯定认为我今天又讲游泳 怎会这么容易被你猜到 今天我上来陆地 来到建杂骑士学校 做这个赛事建杂学院 要做学员就要穿校服 来 衣服先 我觉得它很像马 很喜欢吃的荷萝卜 所以我想它们会比较精神 和会比较听话 其实离开了水后 陆地上的东西大部分都做得不好 希望不会有些太过体力劳动的东西 那就应该能够办 香港赛马会开办 有系统的赛马专业培训课程 已经超过40年 历届毕业的学员中 很多已经成为家传户晓的 骑士和练马师等等的专业人士 你们两个一定知道我天分很高 所以第一天来到就立即学骑马 是吗? 当然不是 你首先要学会 帮马住的地方清洁 OK 那我们走吧 好 马隔就是马匹作息的地方 我们每天都要帮它们清洁两次 为确保它们作息的时候可以很舒服 帮它们清掉它们的排泄物 食剩的治疗 和濕了的草 当我们收拾了这几样东西 我们会帮它们加一些新的木匡 确保是干爽 和有适当的厚度 令它们躺下的时候可以很舒服 这些就是我们铲马隔的工具 我示范一次 然后就到这里了 OK 我们会先铲一些排泄物 这些你看到有点深色的 应该是尿 我们就铲开旁边的 然后一下子铲下去 这个就不用等了 不用了 因为全部都骯髒了 和铲猫沙的原理是一样的 是 OK 我做到 可以 好了 到你 那么快 它会走的 拜拜 它会走吗 你笑我了 它们是很有弹性的 好像自己缩小 然后进入了一个猫沙盆 但是拿着一个极度巨型的马铁铲 第一次学习马隔 已经十分好 应该做个人两个星期 就可以和我们差不多了 马隔都升完了 我可以去骑马了 我和你玩多个游戏 如果你赢得到 我就带你去骑马 骨 是脚啊 我们斗快砌脚出来 准备好了 嗯 开始 我不懂的 这么不公平 你平时也有做这件事的 专业的东西 想交换给专业的人士呢 那又不用气馁 因为这个课程是充满着挑战的 那学员呢 亦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长处 喜好去选择不同的去向 例如 最主要是学 如何照顾马铁 骑马 马不懂说话 那我们用心去感受它们 又开始跑马去到外国 希望多些机会 去争取国外国 做到建策骑士 是不是对于他们的生活 很有兴趣呢 想开脱和马一起的梦想之路 快点踏出第一步 参加我们的 赛事建策学员计划 详情可以到马会的网上看看 快点报名吧 想知道我这个学员 会不会被人踢出口 就要留意着下一集 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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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中